明天是你演了 你怎么来了 干嘛这么看着我 要吵架吗 回家去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你疯了吧你 这怎么可能 怎么会是这样 是不是哪儿出错了 错了 有可能出错吗 黄晴 你真够可以的啊 一顶绿帽子 统统给我带着酒 建平 逗逗是我们的孩子 怎么可能会不是啊 是 我想问你啊 怎么可能会不是呢 我就问你一句话了 你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 建平 我没有骗过你 别动 你告诉我 那个男人是谁 建平 我除了你之外 没有其他的男人 请你相信我好吗 我想相信你 我怎么相信你 行了 你不说是吗 那好 我告诉你 我一定有办法 找出这个男人 到底是谁 你们在这帮什么呀 我跟你回家说 我的家早就明天失望 你太让我失望 建平 你走了 好了好了 信件数 我信件数 呀 镬姐 镬姐 你没事吧 这怎么还亲自鉴定了呢 这什么意思啊 田妮 我先回家了 汪姐 干嘛去啊 汪姐 干什么去啊 汪姐 您这去哪啊 慢点啊 行了 回去歇歇吧 都累了一整天了 我想等建平来了再走 建平来干什么呀 这汪姐和别的男人的孩子 跟建平有什么关系 有点声 别人还在听见 不是 这亲自鉴定都出来了 还能假呀 现在医院的医生护士都知道 我们在这儿 要不够丢人现眼的呢 要我说呀 咱们走得了 那也不能让豆豆一个人 待在病房里呀 人家把你当傻子 你还替人家心疼呢 我告诉你啊 豆豆从你往后 跟我们隐家 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豆豆跟咱们生活了那么多年 你还真的 想不认就不认呢 爸 妈 你可别叫我 我们受不起 对了 我问你 你把我们隐家当什么呢 你说你明明怀了别人的孩子 却让我们隐家 白白养了这么多年 你 你什么意思呀 妈 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 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豆豆千真万确 都是隐家的孙女 这 这孩子 是你们眼看着我怀胎十月生下来的呀 怀胎十月 你不是早产吗 早产也是建平的孩子呀 爸 你是相信我的对不对 我是想相信你 可这鉴定 他不会是假的吧 我不知道 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但是 我往前可以对天发誓 豆豆 绝对是我跟建平的骨肉 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要不然这样 你们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把事情查清楚 好吗 你去查吧 对了 人家七妈都来了 你还舍不得走啊 走 走啊 别看了 你那行 我看着少啊 走走走走 走 Someone 我把东西还 Buch 走走走走 executed 跟妈妈回家 行了 出去吃饭吧 你可真行啊 我们养了五年的孙女 我们自己当成 心肝宝贝一样的孙女 原来发现 竟然是别人的孩子 你可倒好 跟没事人似的 还吃得下去饭 那你说怎么办呢 反正我吃不下去饭 你去吃 下来 下来 走 吃饭去 别理你 别理你 说 说 清平 你喝酒了 喝了 王晴怎么说的 他能怎么说呀 说什么还有什么意义呀 他跟我和你妈发过誓 说他是清白的 说什么都没用了 你甭管了 不管怎么行啊 亲朋好友又是问起来怎么说 再说逗逗 剩下来就是我们隐家的孩子 以后怎么跟他解释呢 你还烦了 我能不烦吗 谁碰上这种事谁不烦呀 现在到这种地步了 你说怎么办 能怎么办 只怪我自己 是我对不起您干妈 让你们 白白跟你受罪 你还知道啊你 我问你 你到底怎么办 行了吗 你让我一个人歇一会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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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想往后拖呀 我告诉你啊 这个女人你不能再跟她过下去了 你不离婚就没了一天好日子过 不信你就走着瞧 儿子 你 你说说 天底下哪有当妈的不怕儿子好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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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我也是迫不得已的心疼你呀 这个女人 你打死也不能要啊 你说说 这么大的事 她居然 你说骗了我一大家子这么多年 怎么回事 你 你 你不是不想听我的话吧 好 好 你既然不想听我的话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我都这么大年纪了 我还能再活几年呢 行了 让儿子自己解决吧 他也不是小孩子了 你 你别回去吵架啊 你干嘛去啊 我还没问你呢 你可老隐家的人啊 你这胳膊肘可别往外拐 我没拐 对了 我还想问你呢 汪晴的事 你要一五一十地跟我说清楚 以后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难受 不如来我家吧 我们聊一聊 或许你会好一点 有事吗 没事我挂了 贝贝都告诉我了 汪晴怎么可以这么做啊 我要别人的孩子还嫁给你 你说 豆豆会不会是周凯文的孩子 我的事你别管 真的是气疯了 什么 原来汪晴是为了忘记那个姓周的 才和我们家建平接的婚 不是 是建平哥主动追的汪晴 他们俩才结婚的 那有什么差别 总之我们家建平 成了别的男人的替代品了 怎么说话呢 那你知道我怎么说 我们家建平好不容易娶着老婆 老婆心里还想着别的男人 生个孩子吧 还是别人的 建平这辈子 都让这个汪晴给毁了 贝贝 你明明知道汪晴有一段 不能忘记的过去 那你的妈还撮合 她跟建平在一起 什么叫不能忘记 谁还没谈过恋爱啊 你是不知道 当初建平哥暗恋汪晴都很久了 汪晴也喜欢她 就算我不撮合 他们俩也会在一起 而且我当时真不想管她 是建平哥每天死逼赖点地求我 我才顺便说几句好话 我想起来了 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 他可是成天地数的是建平 他嘴上说是为他好让他祭福 其实啊 他明明是看不上建平 他爱的不是我们儿子 这点我保证 汪晴是绝对爱建平哥的 那 那豆豆 你怎么解释啊 豆豆 我还真不知道 不过汪晴说过 他当初跟周凯文在一起的时候 是纯粹的感情 没有男女关系 哪有什么纯粹的感情啊 我看汪晴连你一块儿骗了 那豆豆怎么回事啊 他不也是没告诉你吗 傻啊 我真狂啊 他最好啊 这辈子都别告诉别人 他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